早晨洗漱 第二天本来是六点就醒了 因为昨天还下了一阵小雨 睡的也不太好 现在是七点十五分 我们准备收拾 把船再搬过大坝去 就准备开工 昨天太空了也没有去拿什么垫子 就直接在这个地上睡 好好这个地挺平的 滑这一段犹如滑在玻璃上 大家可以看到了吗 三四米的水是可以看到到底的 很漂亮 刚说完就又看到了一个闸口 这个叫闸啊 上面有排屋子 我们滑近的看看 大家看到这样的石头 是很危险的很滑的 尽量尽量就是慢慢的过来 又过了一条吧今天 然后过完这个再滑几公里又一个 这边是个发电站 然后这边是水闸 喝这个吧没事的下吧这种的贪图 我我先给你示范一次 其实也不用给你抓的 会划船还在会飞檐走壁 不然你过不来 我们是把船也是朝这个地方放下来的 好这个是长山水电站 今天的第六到霸 实在是过不来 因为太高了 二十几米 大家可以看到它在开闸口 那我们就只能选择拿车把它拖过来 前边的几个坝还好 就是人工就可以搬过来 橡皮坝是直接可以翻过来 那我们也直接翻 就是它因为小于两米 前边据说是还有好几个这样的闸口 应该全部开的是很宏伟的这么一个水电站的坝 第七次是碰到了一个慢水坡 还是三个台积先要下来再去上来 这个还是有点难受的 因为这个水量不够挺正好过不去 就卡在这边的 所以就要拖过来慢慢来 小心一点对 好来了 通过了还不到500米 又是这么一个氛围 和好了 又一个慢溢水吧 但是这个的台阶比那个多 我还是准备把它滑下去 这个水太浅了 降降够滑船 也就是二十几厘米 刚才有好几次都隔浅掉了 然后很大的一片贪图 这个是老天不负有心人 然后我们降降能滑 然后降还不能擦身 一擦身就碰到水底了 那时候很好奇 为什么就是长山会出这么多的文人默客 当我划船看了这个水里的所有的这个景色的时候 我就我才了解了为什么会这样 就是太优美了 下起了萌萌细雨 然后刚才就像绕明洪阵一样 然后底下好多太湖石啊 很漂亮 然后滑着滑着就要停一段 所以要测算好向哪里滑 所以我这一段要拖过去 然后再上停 天气已经开始下雨了 大家碰到这种哗哗的声音啊 不要紧张 然后就坐在船上把握好方向向前走就好了 它底下可能有石头或者是不平 所以它就会激起这样的浪花 但是呢就是流速会很快 你都不用管它 你看着不知不觉就向前来了 越下越大 现在是将近五点已经划了四十公里 等一下准备 如果有好的上岸的地方就准备上岸 然后露营